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整个的五月呢 可以说是一个充满了温馨的一个月份 所有的为人指引者都希望能够利用这么一个时节 来对妈妈表示他们最忠心的一个爱心以及住宿 我们县政府的女性的同仁 很多都是必须要工作跟家庭两头都要兼顾的 所以他们所付出的这个心力呢 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 所以今天在这个关键里面 我们特别五官的这个妈妈的女性同仁们 来提早祝贺他们母亲家节 今天也举办了非常处于这个活动 要逢有扣 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事情 不过这样子的这种活动 也让人能够真正的去体会到 所谓的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那样子的一个情境 希望大家随时随地都应该要记住妈妈的伟大 随时随地都要跟妈妈表示出 我们的孝心更安心